目前美伊兰国冲突持续升级 伊朗大军集结在波斯湾唯一的出海口 霍尔木斯海峡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更是在美军战队方向设置靶船 当着美国海军的面直接将靶船击沉 可以说伊朗用一轮导弹的打击 直接向美国强硬航化 波斯湾部署于美国滚蛋吧 在一轮导弹过后 伊朗海军把一艘导弹快艇的亮相 也展示伊朗应对美国航母舰队的决心 毕竟在霍尔木斯海峡这片狭小的海域 导弹快艇这种舰艇 对于大型舰艇来说是一种致命的存在 据俄司媒体8月28号的新闻称 伊朗海军上将就直接点明美国称 部署于波斯湾地区国家的船只 没有在附近海域存在的必要 自美伊根系紧张以来 伊朗在发现同美国讲道理并没什么用后 对其一直保持着强硬的态度 那么伊朗强硬的底气从何而来 实际上 虽然伊朗在我们看来 同中美俄等大国拥有巨大的差距 但美国却曾称呼伊朗为中东大主 虽然这称号中的水分极高 但也从侧面证实了 伊朗并不是一个让人蹂躏的软柿子 并且一直以来 俄罗斯同伊朗就保持密切的往来 此前伊朗空军一批因缺乏备用零件和维护等原因 而帕窝在家的苏阿尔就在俄罗斯帮助下重返蓝天 随后根据俄罗斯媒体援引伊朗的报道称 在今年8月中旬 伊朗准备从俄罗斯回收第二批风度为20%的浓缩柚 这或许就是伊朗敢和美国直接硬气的底气责在 实际上 伊朗拥有的底气还不仅如此 我们知道伊朗长久以来都受到了美国的制裁 在近期 美国更是要求世界各国不准从伊朗进口石油 在这一背景下 伊朗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 伊朗即使武器装备 毫不去判美国 但经济问题 且能成为压垮伊朗的最后一羽毛 有意思的是 在近日 美国最大的盟友欧洲宣布将向伊朗提供1800万欧元的援助 极大的缓解伊朗在军事上的支出 缓解现在受制裁的状况 虽然美国是超级大国 但从现在国际形势来看 美国似乎已经重判清零 站在了世界的对立面 但在伊朗的主场上 美国实际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所以万不说 就算美国赢了这场博弈 但美国除了面子上 能得到一些满足以外 实际好处并没有多少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最终是得少失多 感谢观看